成功攝影 對 成功 那想必在疫情期間 大家在家一定都悶壞了對吧 對啊 悶壞然後慘喔 都不能出去 真的還不能拍照 所以 有什麼 我們這一集會準備 五個宅在家就可以拍攝的創意攝影喔 好 感覺厲害喔 那我們就 試試看吧 好那開始前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出更多精彩的影片囉 那我們就來拍第一個吧 那我們第一個要拍什麼 阿士全 幹嘛叫我拿一本書來坐在這邊 我們第一個要拍的是 書本裡的巨人 巨人這麼厲害 沒錯 那我們首先準備的東西就是 前面的這些書 還有我們要使用的是 雙方角鏡頭 待會要從 把書圍繞成一圈 然後我們從書的前面 從洞裡面拍攝 製造一個巨型的一種效果 好厲害喔 那我們趕快拍吧 我好期待 好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那我們剛剛拍完了第一個 我看到照片覺得很有趣欸 那個廣角的特性 果然就是不一樣 沒錯 那你現在要拍什麼 我看這顆應該是 微距鏡頭吧 沒錯它就是一個微距鏡頭 那就是 微距嘛 就是要拍攝很近的東西 嗯 對現在就來拍一個酷東西 它是水珠裡的世界 我們要準備一個滴管 等一下就是滴滴水滴 然後你要載一台 筆板或是筆電 嗯 然後可以開像是 電腦上這個花朵的照片 那就可以用水滴拍出 水滴裡 花會變成怎麼樣 那我們就敬請期待 開下去囉 那水滴裡面居然會有花的樣子 那我剛剛看其實你也好像 用水滴蠻久 這個是比較複雜啊 對啊它很麻煩 因為就是葉子嘛 它比較輕 然後你如果有風 就是你水滴滴上去 它就會在那邊晃 所以基本上要把 平衡上的關係來 哦 了解 那我們就進入下一個主題吧 那我們下一個要拍的是 一樣是一個很酷的東西 教你怎麼用手電筒來製作一個 剪定型光輝攝影 我們剛剛摸黑拍完了 就是光輝的照片 那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有一集是用寶特瓶 加手電筒一樣是拍光輝 那我們今天比較不一樣 我們是接玻璃紙 所以它做出來的效果 就會有很多那種顏色啊 繽紛 就是很漂亮的感覺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一點 小出前一次我們的手電筒沒電了 對所以我們就用手機的手電筒 它也非常的亮 也是非常好用 就你也不一定需要去買一隻手電筒來用 對 那拍攝的部分的話 必須要準備一隻腳架 對 幾幾米晃到 然後你還要有一個遙控器 就可以就是有張別控制筷子 沒錯 那拍攝的人啊 最好是身體 是穿黑色的衣服 或是長袖 那比較不會就是拍起來 可能看到你的手 我們剛剛拍到有一張鬼影 這個要避免喔 對好 接下來我們要拍什麼其他骷髏地雷 我們看下去囉 欸你剛剛說第四個要拍是什麼 我們要拍一個蠻酷的東西喔 就是 重力轉換 喔這麼酷 那我拍這個是不是需要一位 比較辛苦的朋友啊 對 待會要躺著 那就是我放 沒錯我只是站著的那個 對啊 ok的ok的 那我們就 看我們怎麼拍吧 那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他要怎麼拍這個重力轉換 那首先我們需要一位噴噴 就是我們的四拳 然後讓他 躺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剛剛有先準備了一個椅子 那椅子最好是沒有椅背的 這樣看起來感覺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這邊有幾個要注意的小地方啊 就是像這個椅子啊 他其實會有一點點玄空 那我們就需要這位朋友呢 換我們撐住 好 那我們讓四拳示範一下 好那我們四拳非常的厲害 他還準備了筆墊 然後假裝在用電腦 然後這個 這個時候呢 就是要訓練我們腹肌的時候到啦 其實還要這樣撐起來 嗯 沒錯那好 這樣子他這樣腳踩著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自然 那你也可以做一些像什麼 敲二郎腿啊之類的動作 看起來也會很自然 那我本人呢 我比較輕鬆一點 我就站在這邊就好了 我就喝著我的飲料 然後看著四拳 那照片呢 那我們拍下來之後 我們會把它轉90度 這樣看起來就像是 四拳就是一般他就是做著 在用他的電腦 那我看起來就像 不在牆壁上 就是喝我的飲料 就是算是一個 蠻有趣的照片類型 好那我們就要準備一舉 你看起來好像心情不是很愉悅欸 還可以還可以 但是平常在訓練核心的部分 哇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好啊那我們話不多說 就趕快去拍最後一個吧 好第五個 GO 欸四拳你在幹嘛 這個美紅刀這樣拿著 有點可怕欸 要刮到臉了嗎 我要做縫隙光 我要看這個寬度怎麼樣 我們要來做一個特殊的縫隙光 可以是自己做自己要的形狀 愛心啊 穿光的格子啊等等都可以 哦好啊 那你趕快割 我想看拍出來會長什麼樣子 好我先割割看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們要拍什麼東西了 好的 這就是我們的第五種拍法 我們就是要剛剛割的這個紙板 然後做出一個縫隙光這樣子 好那我們剛剛這個怎麼拍的咧 大家對後面應該會好奇吧 來 跟我們看看後面是什麼樣子 我們就是很簡單用一個雞頂閃 然後跟剛剛割的紙板 對然後就是通過這個縫隙光這樣打過去 就可以看到帥氣的易佩囉 對這是我們的第五種縫隙光的拍法 那易佩今天這五種 你有沒有比較喜歡哪一個 啊我選沒有辦法只選一個 我蠻喜歡這個拍出來的感覺 因為他拍起來很帥嘛 然後他其實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可能也可以割個愛心什麼 那感覺拍個青衣寫好像也會很好看 另外一個我很喜歡那個光繪 手電筒嗎 對那個我超愛 對因為其實之前有拍過 但是我覺得是拍起來的感覺 又有一點不一樣 這整個效果氛圍我都蠻喜歡 那釋犬呢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就是剛剛講的手電筒 手電筒 對超愛的 因為我們用的玻璃紫 它會產生一些不同的光的顏色 我覺得很有科幻感 對真的非常好看 那不知道你喜歡這五種的哪一個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趕快跟我們講 對 好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囉 對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頻道喔 要訂閱喔 那就這樣子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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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